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它是比较这种方法比较多 所以说它是各种各样的 它是很随意的那种报价不是太死 很活很能活 方便那种启动很快 这个爆发力很强 哇是凉水 因为这个方面对它有了一种研究 在三千里说 视频前的你 如果在男性持久力 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 358-163-379 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 延时20到40分钟 补肾壮阳延时助伯 增强夫妻性生活 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 做回自信的自己 记住微信358-163-379 你从双方的腿部力量来对比 你看这个方便的腿部力量 和这个高肌肉健在肌肉的线条 马上不一样 对马上不一样 但是看得出来啊 这位这个MMA选手啊 他的虽然说爆发力启动没 但力量还是很有 刚才有一个重拳 所以说这个这时候啊 方便应该提起酒气 好一个反轴 用得非常好 我们场裁判马刀说 不要击打对方的后脑 我们武林锋的竞赛规则是 当步颈部后脑 是绝对不允许击打 现在这个蓝方选手 高梦健在就是没办法进来 他是一直想往上扑 但是个方便不给他机会 不给他机会 不给他距离 不给他距离感 因为这个MMA跟这个咱们战力士格斗 还有一定的区别 所以说啊 因为你在这个领域里面 如果说很强的话 你如果到这边 他不一定现在很适应 但如果说你要说 两方面都很强的话 那就是真正的 就很全面的选手了 咱今天看一看 这个好像这 刚上来这个高木健太啊 不是很适应 看看他是不是 就是能够适应的很快 好 马涛也在提示 哦 自动的这个高木健太 要进攻进攻 哇 这手这个迎记打的太准了 太准太准了 太准了 哦 我们看门 你看这高木健太已经打到这儿了 哦 好像还能够出了十秒钟 哦 让高木健太能够缓急机会 方便也是手下流行 不再进攻了 手下流行不再进攻了 啊 嗯 剛好結束 剛好結束 結束彈一隻 結束彈一隻彈 2個 loads 1點 1點 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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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we're fast may you be in this time I'll be yours you'll be mine 我们来了 鲁铭中文类上赛男子八十公斤级的第二季比赛开始了 鲁铭是中国勇士 鲁铭中文类上赛男子八十公斤级的第二季比赛一开一开去发狠了 发狠了 发狠了 我不跟你斗了 你再这样斗我们不行 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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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季比赛里面 这个方面成一个高边腿 打到对方的内部 你看 从我们这个评论区看得非常清楚 他这个左侧的内部 有种紫的印子 所以还是比较重的 然后因为他是调整的 把重心调整好 然后发力发得很实在 这样发上去 他不是说在慌乱当中 在这个两个人什么当中打 他是调整好 然后就直接打 我们这个长裁判是让这个方便到中心调休息 因为这个流血不止 流血不止 对 因为这样会影响到这个比赛 但是目前这个直接这个高山 现在刚上来有几个重拳 还是跟这个方便造成一定威胁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方便也应该再接再厉 然后包括也不能这个大掉以轻心 你看 又是两个重拳 这时候 方便的后手的直拳 就爬上威力了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高木剑泰的这种韧性 就是日本这个国家宣传这种韧性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对 只要你们站起来 我要在列车还给你进行 你给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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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的拳比较准 他哎呦 哇 这后手就直拳是吧 今天这个高木剑泰 啊 现在是非常的坚强 对 非常坚强的 在这边上 因为双方的实力对比 现在一个选拳出来 对对对对对 此人方面 将赢得大第一 二十二两点的胜利 但是 高木剑泰不会让你轻易的战胜我 战胜我 对 不会说轻易的说放弃 因为这次这个 一直是我们所崇尚的这种精神 我们就带观众朋友们来欣赏 这中日对抗赛的时候 武林峰 郎木佐将在4月的28号 远赴德国的汉堡 举办中德对抗赛 那个节目我们将在5月份分三期播出 而此人方面 也将随我们武林峰郎木佐到德国 参加中德对抗赛 现在这个高木剑泰会 不动了双方的实力赛 现在这个方便将用重拳要Po对手 他在找机会上Po对手 他在找机会 方便在找机会 此身方便在找机会 我这个选手这个对头部的防守 好像对手老师拿的很低 因为这就是他这个项目的这种特性 然后这个 M-M-M-M的臣 比赛就进入倒计师 哦 方便很多的观众在说要KO对手 KO对手 但是我们看到死人方面 忽然那么急于抽成啊 他很过程的比赛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日式的那个装博天台 尽管现在出一种乐视 刚才在场上所给我们展示出来 日式的这种 完全平革的这种斗志 斗志的精神 这种内心 这种毅力 让我们其实看到这个 况且他还是很积极的 没有那种消极的这种状态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精神 其实这场比赛来说 包括很多比赛 我们这种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而在场的这种过程 这种精神的这种 追求的过程 就是不离不信 不放弃 这个精神 对 这是我们武林邦所看的 越来越迟方的 很近的 诸位 它凝固 也不变得 有些人 有些人 甚至可以 他也不绝对 南部 能不能 中国 中国 最长赛 男子80公斤的比赛 第三季开始了 额 好像现在这个日本的这个高木剑态 现在他的大脑还是出现了问题 请给方便获胜 有请颁奖嘉宾河南卫生副总监吴立新先生为方便颁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